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说这个订单日期是存在的日期 它一定是星期一或星期天 其中一天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用这样子一个特性来去检查 如果说2017年1月32号 根本就没有星期可以对应 您说是不是 好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当你今天在做数据分析之前 你不做这些数据清理 好做盲目的去做数据分析 到时候你绝对绝对 不能说是我教你的 因为我一定会要求你 你的数据分析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好 然后我才能说 我这个数据是干净的 所以我才去做数据分析 好 那怎么做 判断它是星期几 判断它是星期几 所以我们拉到最右边 这边我们再插入 好 就是不要把它黏在一起 不要把它黏在一起 好了 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是星期几 对 你要知道 我觉得说 你多多少少还是要会写那个函数 对不对 那可是 可是有时候假设你今天你应该要学会就是说 那我就去上网去问Google大神 因为当你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问我 对不对 可是如果现在晚上是凌晨两点 可是你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要交报告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也可以上网去问一下Google大神 可以理解吗 你要知道很多的知识都已经写在网路上 所以我点选Chrome浏览器 然后我就直接打开Google 各位应该知道星期几应该就是用week day 对不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要有就是方法来去让自己的能力提升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Excel来去算星期几的函数 对吧 你看 就算你不打函数 你不打函数 你看别人也都帮你打好了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点下去之后 他就说 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这边 等于week day 然后刮呼 某一个内容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后面 如果你后面是放 那个有一个变数 如果这个变数是二的话 那么如果出现一就代表星期一 七就代表是星期日 可以理解吗 好了 他的他的就是函数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说你看不懂 那我觉得那你就点这个微软公司提供的 好 你要慢慢的试着要培养自己这个能力 首先他的语法就是这是函数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一个就是例如说你订单日期那个储存格 再接下来 return type就是说他有很多种 一或是省略是代表一是星期天 我们你要知道世界各国 有些人他是用一代表星期天 有些人像我们一是代表星期一 好 这种方式 我们是这样算的 那我现在呢 我就要回到刚刚的ecell 所以在这个地方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好 w1 1 k day type 我不喜欢打很多个字 最好你一定要习惯用它现在修改好的功能 所以直接你先打w1 然后接下来你方向键往下 是不是就看到weekday type键 接下来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就是放这一格订单日期 然后这就是serial number 逗号 接下来他就会又再呈现说 那你要1还是2 我说过2是我们 我们惯用的方式 所以输入2 然后又刮户enter 好了 接下来这个7就代表它是星期日 好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完成复制 好 那这种方式啊 这种方式的检查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去做 首先 首先 我 我个人就会用常用 排序与筛选 我都在教常用 常用底下的筛选 然后 接下来你去看 这里面只能是星期一到星期七 如果你有看到空白 其他 例如说8 不可能看到8了 除非 不会有8这个字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 那就是代表有错误的资料 那现在是不是都代表说 它无非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七 好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日期 绝对没有什么1月32号 2月30号 什么3月33号 对不对 对 确定 好了 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要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先把这个筛选先结束掉 我先把这个筛选先终前 化 什么 愚